今天時會有一點小改變 因為本來應該是何老師 那他昨天完善 不完我也不舒服 然後這次幫他打兩次燈 結果還是沒有改善 現在換頭衣 所以他們兩個現在都還在家裡 那我們待會要先請 班陸教會的李牧師 先來跟我們做一些 我們清藏氣每年都會到班陸教會去做一些 短學所以請您用時來跟我們做一些 OK 我知道有些人還在外地讀書 不是每個禮拜都回來 有些人認識我 有些人不認識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嘉義專隊班陸教會的牧師 林牧恩牧師 那經校氣的短學隊 已經在班陸教會5次的暑假短宣 5次 可是我現在班陸教會才第三年 我6月30號剛好晚3年 我還很記得 我到班陸是6月30號下午搬進去 我光今天是第幾次短宣隊 但是7月1號短宣隊就到了 我的行李都還沒拆 我就開始要短宣隊了 我的牧師館的燈 到底開關在哪裡 我自己還不清楚 就開始要短宣隊了 就感謝短宣隊在 之前就一直在協助班陸教會 所以他們一到全部全員到齊之後 所有東西都整理好放好 我心裡想說哇 修理之快 才想到說他們比我還認識班陸教會 哪裡有什麼電燈 哪裡有什麼接什麼線頭的 通通都弄好了 都感謝我的牧師館 他們也幫我處理好了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一直覺得短宣隊 是我很棒的天神 那其實 范陸這邊的孩子們 我比較少有外面的人來關懷 我們社區的人 所以每次短宣隊回去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了 下次什麼時候還要來 我說不要放在禱告中 每次都放在禱告中 但是我覺得感謝神 神在帶領 神在安排 OK 老實說很多事情不是用人可以去勉強地來 但是我感謝神每次這樣子在互動 尤其是我知道有些孩子跟這些大哥哥大姐姐 還有網路的聯繫 這是持續關心孩子很重要的一個管道 我還記得有個孩子可能在FB上面有婆婆心情不好 他立刻有哥哥打電話來說 魔物小孩要用你做過 我立刻去關心那個孩子 還好只是被家人罵了一下心情很不好 然後打電話給他說已經OK了 我非常感謝大家在短宣隊的時候認識我們那邊的孩子 其實我們那邊的孩子狀況很多 所謂的狀況就是說 本來就是屬於文化刺激不是很多的環境 那再加上其實會回來的也都有受傷 例如隔開教養的 單親的 或者是外配的 或者是爸爸媽媽護自己小孩放在那邊的 當然不可活日也有很關心孩子很了解孩子的父母 也在一起 那這就是我們的環境 怎麼樣學習彼此相愛 不只是同學和同學之間 還有我覺得很感謝在教會裡面OK 我們是一起連結在耶穌基督裡面 因爲耶穌基督讓我們一起在 放到這個地方繼續在服侍 那我也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我很開心 今年OK 大哥哥大姐姐能夠再過來 孩子們已經在期待了 那期待在愛裡面在彼此服侍 在愛裡面在持續在這方面 我們再繼續的拜託 也繼續的支持 也繼續會拜祿這邊的孩子 擺上祷告跟關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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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謝謝林牧師 我們相信我們的青少親 他們在關懷教會也是有很多的學習跟成長 包括我看見宋 宋一次他小寶貝的時候我就認識 直到他現在上大學 然後他看到我以前看到我都很開心 他沒來所以我可以吐他吵架 他現在已經很酷了 所以我發現真的去參加一些營會 會讓你有更多的成長 那包括我自己我以前也在大學的時候 我念東海 我也到蘭嶼去參加教育營 也參加一些營會 我覺得在那裡面真的有很多收穫 如果您的孩子還有剛好是經燒器的人 真的多鼓勵他們去到那裡 然後可以真的有很多的互動學習跟成長 好我們一起一頭來禱告 這樣父神我們感謝讚美你今天在這個主日裡頭 主要說我們真的是要來學習 我們要來安靜你的心 我們要來這裡遇見神 主要說我們真是看到翻路教會的孩子們 他們的家庭有那麼多不一樣的狀況 有隔代教養 有外配的孩子也有父母親利益的 或者是被父母親拋棄的 主要說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裡面 真的是有那麼多不同的家庭 那麼多不同的樣貌 主要說真的是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也有許許多我們看不見角落的家庭 需要我們來關心來代表 不只是我們個人要來遇見神 主要說我們也期待我們周圍 我們那些不認識的神 一樣關心他們也 期待他們也可以來遇見神 真是需要我們在這裡頭的 每一個弟兄姐妹 把更多的福音給傳遞出去 把這個愛的訊息傳遞出去 讓更多的人來到教會 真的是神我們需要 由一脈來的愛來關心 來扶持我們更多的家庭朋友 主要說真是把我們今天 我們要講到的遇見神 真是讓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裡頭有學習到 神你是怎麼樣 在這裡頭 你要來教導我們哪些功課 也把待會兒我們要 千萬牧師要講到的內容 真是仰望在你的手中 主要說讓我們每一個人 聽了都可以有遺住 讓我們真的是把今天 本來王老師要來施會的神 你要來祝福他 真是讓他現在家裡 也有好的休息 待會兒也可以來回到我們 當中跟我們一起來開會 我們把今天的聚會 風景仰望將在神的手中 終於來有如同在 我們這樣祷告感謝 祈福奉你的聖的名所 接著我們要來念我們的主導文 我們在天上的福 願能夠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職業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吃給我們 免我們得在 如同我們免得得在 不叫我們遇見識看 救我們脫離胸兒 因為國度缺癖 我們要全是你們 直到永遠 阿們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讀經 我們今天的聖經節 是在創世紀第28章 10到22節 那個我來念雙數節 我們弟兄姐妹來念單數節 最後一節我們一起念 雅各出了別事發 向他來走去 到了一個地方 因為太軟弱了 就在那裡住宿 便是其他地方的一塊石頭 正在頭下 在那裡落睡的 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頭頂著貼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 上去下來 唸耶穆華 站在地子里上 說 我是耶穆華 你主要 歐巴巴巴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 我要將你現在所 盤華指定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你的後裔 你的後裔 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 必像東西南北開展 地上萬子 必因你和你的後裔得福 我也與你同在 你無論往哪裏去 我必保救你 引你歸歸之地 從無力的心靈 直到我神選了 向基督所訓取的 意思六節 雅各睡醒了說 煙華真在這裡 我盡不知道 九個去看說 這等到我的何等 這等一年 是神的殿 是神的殿 雅各清早起來 把所整的石頭 必做柱子 交由在上面 他就給那個地方 其心靈教我的樂意 這就是神殿的意思 那那地方其心靈教 四五十 雅各許願說 神若與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給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 歸告我父親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華為我的神 來二十二節 我們一起來念起 我所定為住職的石頭 也必做神職 把你所支給我的 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 好願神經驗祂的話語 來我們接著 我們今天要講到的題目是 親會傳道要講遇見上帝 我們把時間交由 我們親會會師 你好